1月25日 德國總理舒爾斯正式宣布 德國政府將向烏克蘭提供鮑爾主戰坦克 也同時批准其他國家向烏克蘭提供該款坦克 與此同時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將向烏克蘭提供31輛最先進的M1A2主戰坦克 這裡我要多說一句 美國提供的坦克並不是老式的M1 而是最新版本M1A2SEP 這個和台灣波蘭訂購的配置是一樣的 我認為很有可能就是從波蘭訂購坦克的生產線上拿出來 先給烏克蘭的 德國提供鮑爾坦克意義重大 主要原因在於鮑爾坦克是整個西方國家使用最多的坦克 歐洲各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波蘭挪威都有鮑爾坦克 德國這次提供相當於給其他國家開了綠燈 大家每個人想提供就提供 目前算下來 各國近期要向烏克蘭提供的坦克數量要達到300輛之多 英國要提供14輛自己的挑戰者2主戰坦克 德國14輛鮑爾 加拿大4輛鮑爾 西班牙可能提供20輛到50輛之間的鮑爾坦克 芬蘭提供14輛鮑爾 挪威提供8輛 波蘭提供14輛鮑爾 再加上美國的31輛M1埃布拉姆斯主戰坦克 這算下來差不多就有120輛到150輛坦克了 除此之外 烏克蘭駐法國大使還在節目上表示 捷克將提供90輛T-72 波蘭提供60輛PT-91 摩洛哥還將提供30輛T-72 以這麼一算的話 烏克蘭將在春天獲得180輛蘇聯時期的T-72系列坦克 還有120輛左右的西方國家先進坦克 總共300多輛 大家一聽 可能不覺得300輛坦克多 但其實300輛坦克這個數字已經不小了 法國陸軍總共只裝備了220多輛勒克萊爾主戰坦克 英國陸軍總共裝備了146輛挑戰者2主戰坦克 也就是說 這些北約國家 你出一點 我出一點 東拼西湊就湊出來這個坦克數量 已經超出了歐洲陸軍大國的坦克數量了 北約各國提供坦克 對於烏克蘭來說有兩個重要意義 但也有兩大挑戰 我們先來看挑戰 第一個挑戰就是後勤 烏克蘭目前手上有蘇聯時期的T-72 T-80這兩款坦克 他們維護起來完全不一樣 T-80使用的是燃氣渦輪發動機 說白了 工作原理和飛機上的噴氣發動機類似 另外 還有一款T-72用的是普通的柴油發動機 而這次西方提供的坦克中 美國的 M1埃布拉姆斯使用的也是燃氣渦輪發動機 但是美國的發動機和蘇聯的發動機也不一樣 而德國的鮑2使用的是柴油發動機 發動機不同 導致零件不一樣 後勤維護不一樣 燒的燃油也不一樣 除了發動機以外 這裡面還有一款很讓人頭疼的坦克 就是英國的挑戰者2 大家可能想不到 和所有其他坦克都不一樣 挑戰者2是現代坦克中少有的使用線塘炮的坦克 剩下的所有我們提到的坦克 蘇聯時期的T-72、T-80 美國的M1埃布拉姆斯 德國的鮑2使用的全部是滑塘炮 那麼滑塘炮和線塘炮的區別又在哪裡呢 顧名思義 這滑塘炮 它的炮管裡面是滑的 線塘炮 炮管裡面有個線 俗稱來浮線 它是旋轉的 這是因為線塘炮的炮彈打出去的時候 它沿著這個來浮線有一個旋轉運動 使得它更加精準 但是同時帶來兩大問題 一個是 炮管磨損嚴重 因為你是旋轉的 摩擦更大 第二呢 就是你的速度更慢 動能更小 線彈坦克普遍使用的都是滑塘炮 發射的主要是尾翼穩定 脫殼穿甲彈 那滑塘炮和線塘炮的炮彈是不一樣的 比如英國就可以使用自己獨特的碎甲彈 但是不能使用穿甲能力很強的脫殼穿甲彈 英國因為自己的炮彈問題也很頭疼 像英國的下一檔坦克也將採用滑塘炮 所以 這次英國提供的14輛挑戰者2坦克 動機是好的 但是我都不知道烏克蘭人要怎麼使用 14輛坦克無法編成一個裝甲營 只能裝成一個裝甲連 但是我們知道 現代戰爭中 裝甲營是最基本的作戰單位 因為裝甲連本身沒有後勤沒有維護部隊 而裝甲營是有後勤連的 所以這14輛挑戰者2怎麼用 對烏克蘭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烏克蘭面對的第二大挑戰就是培訓 培訓上最難培訓的球員是維護人員 你怎麼樣去修坦克 發動機出了問題 履帶出了問題 還是懸掛出了問題 你怎麼樣去定位這些問題 在戰場上怎麼維修 培養合格的後勤和維護人員 是一個長達幾個月的過程 像美國訓練M1坦克手 需要經過週期為22週的 OSET 或者16週的AIT 先進個人培訓 不過波蘭早在這次送坦克之前 就已經在波蘭境內 培訓烏克蘭士兵使用鮑爾坦克了 剛才分析這麼多 我只是從軍事角度上去講 烏克蘭在收到這麼多種坦克後 面臨的客觀上的一些困難 困難始終是存在的 有困難就會去克服它 畢竟對烏克蘭來說 有坦克總比沒坦克好 並且來的坦克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我個人認為 鮑爾坦克和M1坦克到來 還有兩大重要意義 最大的意義是使得烏克蘭有了反攻的矛頭 美國總統拜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美國之所以出31輛M1 埃布拉姆斯主戰坦克 就是因為烏克蘭一個裝甲營是31輛坦克 其實每個國家裝甲營裝備的坦克數量不一樣 像德國大概是40多輛 烏克蘭比較少 31輛 也就是說 這次各個盟國總共出了300多輛坦克 大概能夠裝備烏克蘭9到10個裝甲營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烏克蘭的陸軍編制是這樣的 一個裝甲旅下轄三個裝甲營 外加一個機械化步兵營 而一個機械化步兵旅正好是反過來 裝備一個裝甲營和三個機械化步兵營 也就是說西方國家提供的這些坦克 足夠烏克蘭裝備9到10個機械化旅 或者是裝備3個坦克旅 10個機械化旅不是一個小數字了 在戰爭開始之前 烏克蘭總共只有13個機械化旅 兩個坦克旅 兩個山地旅 四個空中突擊旅和空降旅 還有一個列兵旅 可以說這些援助的坦克一旦到位 幾乎就能將烏克蘭的裝甲力量提高50%到80% 而且西方國家的坦克 無論是鮑爾還是埃布拉姆斯 質量都要比蘇聯時期的坦克高出來不少 我們終於能夠在戰場上看到西方主戰坦克 和俄羅斯最強坦克的終極對決了 這次軍事援助的第二個意義 就是開啟了烏克蘭獲得戰鬥機的可能性 我們知道在戰爭之初 北約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法國 對於軍事援助烏克蘭一直是非常遲疑的 不要說坦克了 就連反坦克武器德國都不願意給 那個時候德國提供的只是防衛性武器 什麼是防衛性武器啊 比如說頭盔這種東西是可以的 那個時候主要是英國美國提供自己的標槍和N-Law導彈 但是戰爭進行到現在 北約各國對烏克蘭戰爭的分歧越來越小 包括德國總理舒爾茨都意識到了 要想結束烏克蘭戰爭只有一個可能 那就是讓烏克蘭贏得這場保家衛國的勝利 這就需要北約國家的軍事援助 今天 北約各國向烏克蘭提供坦克 明天到來的那就有可能是戰鬥機了 荷蘭外交部長胡克斯特拉在1月19日的會議中談到 如果基輔提出要求 荷蘭內閣將研究向烏克蘭提供F-16戰鬥機的可能性 烏克蘭國防部長的顧問尤里表示 烏克蘭下一個大障礙現在就是戰鬥機 如果我們得到了這些戰鬥機 戰場上的優勢將是巨大的 他同時還表示 他們不想給我們重型火炮 然後他們給了 他們不想給我們海馬斯 然後他們給了 他們不想給我們坦克 現在他們給我們坦克了 除了核武器我們都可以得到 有消息指出 即是從戰爭開始之初 波蘭就將自己的米格29戰鬥機 以所謂備艦的形式秘密支援烏克蘭 這就導致烏克蘭開戰到現在 烏克蘭的空軍一直活躍在戰場上 這和波蘭的軍事援助分不開關係 F-16是一款美國在70年代設計的第四代戰鬥機 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使用電船飛控的戰鬥機 可以說是引領了一個飛機設計的時代 F-16同時也是世界上目前產量最多的第四代戰鬥機 產量達到5000多架 使用國家非常廣泛 從美國到台灣 從摩洛哥到希臘 都裝備了這款戰鬥機 如果美國決定對烏克蘭提供戰鬥機 那麼北約的其他國家 就能夠給烏克蘭湊出一支規模不小的F-16戰鬥機隊伍 F-16戰鬥機搭配上響尾射近程格鬥導彈 AIM-120中距離空對空導彈 哈姆反輻射導彈 以及JD-AM聯合攻擊制導炸彈 將給俄羅斯陸軍和空軍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在1月28日 烏克蘭官方表示 烏克蘭的飛行員需要半年的時間 來訓練使用F-16戰鬥機 對於烏克蘭飛行員來說 駕駛F-16不是什麼難題 他們可以在幾個週時間內學會使用它 但是使用這些戰鬥機進行戰鬥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為你要使用它所搭載的不同類型的武器 而在美國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告訴MSNBC 美國將會和烏克蘭以及盟友謹慎地討論 提供戰鬥機的可能 我們可以看到 向烏克蘭提供F-16戰鬥機的大門已經慢慢打開了 F-16戰鬥機什麼時候會到烏克蘭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F-16戰鬥機